圣诞节就快到了 为了让长者们都能够感受到 过节欢乐的氛围 社团法人花园县老人纪家庭关怀协会 23号的一早 就在吉安乡的浩克艺术村 热闹举办了睡末同乐会 邀请来自五个乡镇市 将近160位据点长者们一同参与 借由表演摸彩长者志工的表扬活动 要让老大人们在岁末年终之际 可以相聚同欢 享受宛如国外的温馨 幸福的圣诞音乐饗宴 欢迎你帮我拍手 长者们精心打扮 一个华丽转身 搭配整齐画衣的舞蹈动作 让现场气氛炒热到最高点 这是社团法人花园县老人纪家庭关怀协会 23号一早 在吉安浩克艺术村热闹举办的 岁末同乐会 现场除了安排一连串的精彩表演 及政令宣导闯关活动之外 还邀请到法医协会前来帮忙议检 我想老家这16年来 除了在全县边缘弱势的服务 那我们也希望在全县 在普设一些这个 热火老人的据点 让这些据点除了带动长辈 能够活跃老化之外 我们希望这些据点能够 就近让我们这些弱势独居的长辈 去参加这些据点活动 而不是就是因为 弱势的关系只能在家里 我想如果能够有机会 出来透过这些活动的话 能够就是让更能够 在这个所谓的 这个成功老化跟回奥老化 吉安厢长游淑珍更是拿着提兰 化身成圣诞公主来到现场 在佳节前夕为老大人们 一一送上祝福 今天为了欢迎所有的老大人们 来到了我们的浩克艺术村 所以今天属身特别化身 圣诞的公主要来送饼干 逗老大人们开心 希望每一天老大人们 都能够开开心心的乐活 谢谢我们老家为我们开启 这样的一个幸福的圣诞活动 美轮三福轮社也来到现场 集结会员们的爱心 捐赠了一台小货车 希望可以帮助到老家协会 持续的服务弱势长者 而在这次的活动当中 总共有来自秀林乡 新城乡 华联市吉安乡 寿逢乡 当五个乡镇将近160位 据点长者们一同参与 老家协会执行长蔡志全表示 希望借由同乐会的活动办理 让老大人们在岁末年中之际 可以相聚同欢 也加强情感交流 强化社区意识 凝聚社区乡亲力 记者许丽琴 简安乡报导